北京时间8月3日是,胡然成为休赛期最大的赢家,不仅扎目到了联盟第一人,海底下引进了龙多,是蒂芬斯等多名实力汉将,从云南一月成为珍贵球队,全队上下愁愁满志。 但洛尔顿却愤怒地表示,他恳求胡然尽快交易自己,希望到一支尊重自己的球队去打球,洛尔顿无奈地表示,我想上场比赛,我想成为球队的一分子,我不想待在一个不信任自己的地方,我不是在暗指上猫,但我会坦诚相待。 对我来说,如果得不到欣赏和信任,我宁愿换一个地方,我想要到一支尊重自己的球队去打球。 上赛季,洛尔顿在打完羽快船队的接木战之后,就被恶死在板凳席。 整个赛季剩下的80亿场比赛,都未能得到任何上场机会。 这对于一名工房居家的职业球员,而言无疑比坐牢还要惨。 胡仁现在地老板珍妮巴斯也表示,他也希望能够交易洛尔顿,但实在不理解当初为何欠下他。 更悲惨的是,洛尔顿与胡仁还剩两年价值3680亿万美元的合同。 喜欢的再一下关注。